现代人长时间待在电脑前面 或是玩智慧型手机 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长期累积下来 容易造成颈椎僵硬 血液不流通 酸痛症状接踵而来 因为现在颈椎的毛病 年龄从降低到很年轻 林医师从小生长在武术师家 也是北少林全派的传人 对于针灸与穴位特别精通 中医讲求循序渐进 利用简单的柔软钞 让颈椎达到适时的缩缓 自然而然的肩颈的酸痛 就会慢慢好转 我现在是正确的左边 左 然后回正 右 然后回正前面 然后后面 从后面左转一圈 转到后面 再从后面右转一圈 再转到后面 然后这个动作重复 重复做 做15分钟左右 越慢越好 相信大家都看过打太极拳 像太极拳那个动作慢慢做 越做越慢越好 除了柔软操 林医师还教民众几个自我按摩的位置 透过人体穴道图的说明 原来肩颈酸痛与手部的穴位是一脉相连 右边用左手牙 我们脖子后面这边凹的地方 是 风尺 一定要拇指一样吗 用拇指要才有力量 平时注重穴位保健按摩 适时的柔软操 除了疼痛过于严重需要求助医师之外 平时的身体保健 常保持运动活络筋骨 就可以让低头足远离肩颈酸痛的梦夜 动态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 那个手机少做低头足 时间尽量短一点